我们来做OSEP 联络的MCU,读取A0的值 开启 连上COMPO 输入我们的COMPO 暴率是115200 我们按一下Reset 这时ESP8266会亮灯,然后重新启动 取代IP 连上WiFi之后会有一个IP,请你mark起来 mark起来,在Putty里面它就会自动帮你复制 这样S31跑起来了 S31跑起来,我们继续执行离线版的 或者是线上版的Squish3 打开 ESP8266的 那我也把 视讯打开来好了 把它设为0 这样比较清楚 好,这样看得到我的 ESP8266的 好,回来这里 第一个动作我们要输入IP 第二个动作我们需要亮灯 是这一个 我们 这个是接在 数位角位 4的位置 就是D2 然后我们这边接了一个可变电阻的 开关,所以我们会用到 类比角位 那我们事件一开始的时候让它找到ESP8266 当我们按下空白键的时候 然后 我们来做 侦测 每隔0.5秒 做一个侦测 如果 否则 如果 如果什么事情 我们的类比角位 类比角位是到1023 所以我们大于500 我们就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类比角位塞进来 那我们把 亮灯跟 不亮灯 如果它大于500 我们就亮灯 小于500 我们就 洗灯 好,我们按下 旗子 它只会闪一下 我们看到我们的可变电阻 现在按下空白键 亮灯 熄灯 熄灯 亮灯 熄灯 这样就可以做到 读取类比角位的值 如果你想知道 类比角位 它的数值的话 你可以 让它说出 类比角位 类比角位 亮灯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做一个 我们来 亮灯的时候 来 让它 说出类比角位 A0的值 亮灯的时候说出A0的值 好,我们再来 仔细按空白键 没有 现在没有亮灯 所以它没讲话 亮灯 这个显 1024 值很大 关掉 好,这样就可以完成 使用类比角位的读取 担当我们类比角位的读取 类比角位的读取 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